一件民国时期的粉彩花鸟纹笛筒到底是真是假 我发现笔款有点歪 一锤定音现场引发激烈争论的是一方唐代归形艳台 没有什么包姜啊 我不同意就是说这个艳台上没有皮壳包姜 它真是唐代的吗 清道光粉彩勺 清乾隆白佑暗客海水纹盘 真的是官瑶吗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奉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场的朋友们 电视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一锤定音 我是谢盈颖 今天陪同我们一起来鉴赏这些艺术品的 依旧是我们的三位老师 欢迎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这位大师呢是来自于维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赞客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刘宗时 刘大师欢迎您 刘宗时 赞客工艺非移传承人 刘宗时的赞客技艺在传统与现代 传承与创新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 形成了一套跨界融合的技法 他在传统赞客技艺上融合了景泰兰 花丝 云南的班童 巫童走岩等创作手法 同时又将说话写意 雕塑记忆融入他的赞客技艺中 刘宗时的作品大致气势磅礴 小到洞察精微 艺术风格独到 个性特征鲜明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件奖品 体量还不小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带来的奖品是一件相差 名字叫《焦与生香》 这件作品是应中国的非移记忆赞客的 比较火的三星堆的金面具 就是应赞客技艺制作的 谢谢大家 这件奖品相差到底是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 依旧要通过我们美轮对于艺术品的品鉴之后 才能一件分享 那么今天场上我们的积分钱币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清皇帝通宝 清中晚期浙江天地汇筑 面文皇帝通宝 楷书直读 被满文 常见品种目前市场价1万元左右 1万元一个 所以只要每答个一道题 我们就能给您记上 象征是1万元1枚的这枚钱币 那么今天的第一组宝物是什么呢 看一下 宝主认为 这件产品是棉果喜鹊灯梅纹粉彩四方窝角鼻桶 高18厘米 口径7.5厘米 气形简约大方 右面平滑滋润 寓意极香 整体色彩艳丽 色调丰富 色接过度自然 柔和雅致 画片上糊樸的起始 与秀雅的兰花相应成趣 两只喜鹊 注立在梅花树干之上 有洗上眉梢之意 梅花 喜鹊 兰花 均采用写实手法描绘 精细传神 是为粉彩精品笔筒 这件藏品是真的吗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 是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 粉彩花鸟纹笔筒 它的特色是不是符合民国时期的特征呢 六位 请作答 我们一起来看看各自的选择 只有一位觉得是描述符合事实 其实觉得都不是 来 请教下三号 你为什么觉得它描述符合事实 民国时期粉彩的这个发色的特点呢 一个是比较艳丽 二个是比较轻薄 它浮在上面 这件我看整体彩的质感呢 也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没有说是像清中晚期那样厚重地 盖在上面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是描述符合事实的 所以就是不像中晚期那样 对 对 可能就再往后靠一些 您身边的这位夺宝人不这么认为 来 二号 我发现笛款有点歪 三号夺宝人 他觉得这个笛款有问题 您觉得 说实话 在民国的时候 仿古的这种笛款 其实会有很多存在这种不太正的时候 因为一个是考虑到当时的一个社会情况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如果一定要强热它歪的话 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六号夺宝人呢 两点 右面呢 绝对是贼光闪闪 尤其是底足的这个六字传书款 是属于典型的电脑款 刚才听了这么多人 挑出他的问题之后 三号夺宝人 您对您的选择还有信心吗 选都选了 选都选了 也许是对的呢 万一呢 好 万一呢 那么这件号称是 民国时期的粉彩花鸟纹笔筒 到底是否描述符合事实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张如兰 张老师告诉大家 张老师告诉我的是 这件民国 粉彩 花鸟纹笔筒 描述 不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12456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请教下张老师 刚才他们提出的种种的问题 它作为一种是民国时期的笔筒 差距太大了 大家看 你觉得它画的是梅花吗 梅花还带叶子 应当是桃花 但它桃花画的也不对 首先这花你都不知道 它到底画的是什么花 另外还有这俩鸟 像鸽子 就是它在鸟子上缺乏生命力 在民国时期 瓷器上这个阶段还是不错的 特别这种白地儿采的器 在民国来讲画得相当的好 它一定是写实 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的各种情况 第二点 这个绿色和这个蓝色 在我们民国时期 大部分使的是矿物颜料或植物颜料 它不会反映出这两个颜色的 所以这两个颜色是化学颜料 还有一点 我们从这个鼻筒的口上来看 它是一种窝角四方形的 但是这个口给我们感觉做得太笨了 民国式的鼻筒绝不会做成这种口 它是现在机器拉皮出来的这种效果 和我们过去手工拉皮是相差很多的 还有这个白柚 甭跟清末的比 你就跟民国本身的比 这白柚太稀了 一定是现在做的 看来这道题 如果是挑错题的话 它哪哪都是错误 我们几位夺宝人 还是眼比较尖的 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 是不是也会这么简单呢 第二件宝物了 细形非常的鲜明 它呢号称是来自于唐代 龟形燕 这件宝物是否描述符合事实呢 六位夺宝人 请作答 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 答案是什么 和上一轮一样 觉得是描述符合事实的只有一位 上一轮是三号 这一轮是五号夺宝人 我们先请其他几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 来 一号夺宝人 它这整体的这个 没有什么包姜啊 这种感觉 而且像它这个雕刻啊 什么的也都是比较敷衍的 我不同意就是说 这个宴台上没有皮壳包姜 我觉得相反 它这种陶制品 然后千年以上的这种皮壳包姜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你看那个龟手下面脖子那部分 肩膀那部分的那个光气 典型的就是千年以上的这种 老的陶制品 才能够留下来的这种包姜和光气 唐代的给别人的感觉 还是彰显着唐代的那种国运的 应该是比较雄伟的 我感觉到呢 它的尤其底足比较迁细 我想宋宴咱们见过 宋朝也不是国力很差 一开始北宋的时候 那你看宋宴的超首宴 那就是很朴素的 对吧 相比之下 唐代的这个龟性宴 做的已经比宋代做的 已经华丽很多了 它这个足 其实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不可能做的那么仿生 所以它都给你画出 这个足的这个样子 就已经相对做的 已经很精细了 已经是 看着它边上这个口颜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按它这种原设计的话 会不会原来是有个盖子 而后仿的时候呢 就没看到那个盖子 就直接做了一个下面的 所以就网不出来了 对 所以这整体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唐代的陶制宴呢 它是有盖的 尤其是这种龟性宴 我只能说它这个 这个宴台 它可能是盖丢了 可能是 或者说是残破了 但并不代表这个宴不是唐代的宴 这么多夺宝人的不同意见之后 五号 您还坚持自己的选择吗 我坚持自己的选择 到底这位夺宝人 是不是能够拿到这宝贵的一分 这位号称是唐代的龟性宴 到底描述是否符合是什么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杨宝杰 杨老师 马上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杨宝杰老师告诉我的是 这件唐代龟行宴描述 符合事实 恭喜五号再次加上一分 杨老师这条题难倒那么多人 其实大家都纠结在盗不盗带 盗带是肯定盗带 因为使这龟 做这器物的东西 红杉花就有 一直贯穿到明清 唐朝人也比较喜欢这个题材 像这样的艳台 我们在日本看着好些 因为日本继承好些 中国唐代宋代的文化 这件藏品 首先为什么大家会看着 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造型 这种造型 参代以后有这种造型 唐代比较典型 这个做的神菜做的非常好 这个乌龟做的是双眼皮 小鼻孔 对 非常深的双眼皮 还有那个小虎牙 所以这个你仔细看的造型 做得非常好 非常精彩 国外一直说中国没有雕塑 这个就是打破了 国外的这些谎言了 这个一看就有生活 而且观察力非常强 非常非常写实 而且它已经词画了 干净 东西大开门 这个龟手雕刻得 非常的精致 而且脖子这块 几道纹 雕得非常生动 跟活的一样 对 脖子上那个颈纹 对 雕得特别写实 活的 跟活的一样 好 那么接下来这道问题就来了 这件 唐代 龟形叶 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 六位赌宝人各自给出了 什么样的价格 最高的是二号 给出了十万元 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 给出了一万两千元 为什么 一号 我觉得 陶制的嘛 本身它的材质在这儿 影响了它的一部分价格 第二个呢 有可能它这个盖是缺湿的 我觉得会影响一部分它的价格 至少是唐代到现在 唐代也有比较便宜的东西 所以你就直接给了一万二 是的 您身边这位 直接给出了十万 为什么 刚刚老师不也说了 说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整个的造型 非常的生动 包括它的年代 你说到了唐代 那这个也上千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我就综合这些 我给的这么一个价格 好 我们看到 多宝人最高给出了十万 最低的是一万两千元 到底谁是更加接近 我们的真实价格呢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 专业机构给这件唐代归行宴的市场股价 是 五万元 恭喜四号鱼杯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给四号多宝人加上一分 请教一下杨老师 第一缺盖了 第二 仔细摸电台那个质地都磁化了 应该属于是当时就是说它制作的时候 拿那个石头或者码脑压了 压完的时候非常光滑 所以不像一般的桃 这已经脱离出桃子那种感觉 那这个价格呢 一般就是市场价格 如果它有盖的话 那价格能不能翻一翻 那价值得翻一翻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第三组宝物呢 是一件书画作品了 是来自于赵文处的《花鸟图轴》 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赵文处 有请 赵文处呢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明末的一位著名女画家 擅长花鸟画 齐花一草 花鸟 小虫 无遗不惊 画得文静 淡雅 色彩呢 比较雅致 书法呢 也是 秀美俊朗 她是明代大画家文重典的女儿 其实她姓文 叫文处 因为嫁给 丈夫 叫赵灵云 谁夫 姓 叫赵文处 后人很多人不知道 她是文重典的女儿 其实就是 文正明的后人了 通过我们刚才李老师讲解之后 通过她的描述的特征 是否能在这幅画作当中 得到体现呢 马上就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来作答了 看看六位夺宝人 给出的选择是 我们每一轮 都有一位夺宝人 给出了不同意见 这回是我们的六号夺宝人 您选择的是 它是一幅真迹 是吗 原因是 因为我很喜欢上面的几只小鸟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 瓷器上面的五轮图 画到您的心坎里了 您就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寓意 是吗 对 好 我们来看看别人 投出不同意见的原因是什么 来 五号夺宝人 我看了一下那个食物 食物在那个测光的照耀下 我感觉那个食物有 比较规则的这种横纹 有点像人工做就的这种 卷的这个折纹 所以说这是一点 我认为有作为的可能性 第二点 这个落款 刚才专家已经提到了 这位女士写的字是清雅俊秀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落款 好像跟清雅俊秀还有一些距离 好 一号夺宝人 它整体的这个构图来讲 我觉得不管是鸟类也好 还是树 太繁琐了 想突出的重点看不到了 太混乱了 这种大家的这种做的话 这种构图是很失败的 听了这么多六号多万人 您还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吗 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请李老师告诉我们 这件号称是赵文处的花鸟图轴 是否是一件真迹呢 李老师告诉我们是 这件作品 不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12345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请李老师 这幅画最明显的 就是这个做旧的一个横文 见到一幅画 看见着有规则的 像戳一板这种横文 一定要注意 这个横文就完全符合 这种假画的这个特点 凡是有横文这种 都是成批生产的 这个落款问题也比较大 赵文处的书法 写得非常规矩 秀美 这个落款呢 这几个字完全是 现在人的意思书写的 其实赵文处很多画上 都是穷款 就落文处两个字 这幅画的画面 画得繁琐不繁琐 这倒不是判断 这个一幅画的真假 因为你画白鸟嘲讽 那画一百个鸟 在这上面 那个布局就很密 这个是可以的 这幅画呢 画片本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做旧以后 就看不出来 这个本来这种画片的画工了 做旧的毛病太多了 如果要不做旧 就单纯一个画片 还是很漂亮的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接下来这件宝物 能不能依旧让大家 火眼睛睛地判断出真伪呢 宝主认为 这件产品是青乾隆 白佑暗客海水纹盘 直径18.2厘米 铁口湖壁圈足 内外湿白佑 又致银润如玉 外壁又下暗客海水纹 底部青花书 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三行转书款 造型古朴大方 比例协调 为难得的乾隆官窑精品 这件产品是真的吗 这件宝物号称来自 青春东时期 暗客海水纹白右盘 它是否描述符合事实呢 六位多宝人 请作答 来看看各自给出的选择 是什么 分得非常清晰 123号多宝人觉得 它描述不符合事实 四五六号多宝人觉得它描述符合事实 我们两边阵营各推选一位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款的结构 写得稍微松散了一点 比例还是有一点软 二个是我觉得它底下 胎足的垫烧皮的颜色 感觉不是特别对 有点太过乳白了 甚至有点乳白到发黄 三号多宝人呢 要注意一下 因为呢乾隆在位是60年 所以呢跨度比较大 分早中晚三期 这样的话呢款式呢多种多样 而且尤其是它的底足呢 微微的火势红 极其的规整 修足干净利索 气形非常的端正 右手极其肥厚 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乾隆官邀 听完刚才我们六号多宝人的意见 一号多宝人 我觉得是老 但是能不能达到乾隆官邀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有点疑问的 好 那么到底哪三位夺宝人 在这轮当中能够拿到这一分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张如兰张老师告诉大家 这件号称是 青乾隆暗客海水纹白右盘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张老师告诉我的是 这件青乾隆暗客海水纹白右盘 描述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四五六号多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张老师 这件对应当是乾隆的晚期 所以你觉得那款式 写的就不如初期和中期的好 另外我觉得大家还要看一眼 这个白右在我们的词地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白右做得如何好 那是取决它的当时的技术力量 和所配有的方法 永乐的甜白 是大家看到最好的白右了 只有康荣前三代 才有防永乐这种白右 在以后我们见到的是白右 但是和这个防永乐的甜白 差距很大了 在嘉庆道光以后 这个白右绝没有这么肥厚 做得也没有这么白和润 这个白右是很难烧出来的 好 谢谢张老师的讲解 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白右盘 是刮目相看 那么这件白右盘 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 来 六位多宝人 请作答 好 一起来看看 六位多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最高的是我们五号 给出的是二十六万 最低的是你隔壁四号 给出了七万八千元 为什么呢 给二十六万的理由是 最近这几年 就是青代的 青三代的这种官窑的价格 一直在成这种上升的趋势 所以说前几年没这个价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 有这个价格了 如果现场拍卖的话 我要知道五号出二十六万 我一定我得再加五千 才加五千是吗 对 所以您觉得您这个价格 是非常靠近它的真实价格 对 为什么那么笃定是二十五万呢 现在同类的像光绪的都在这个八万 八万五左右了 这是千龙的 它只是口言呢 还是有一点小瑕疵的 如果没有瑕疵的话 就得三十万左右了 这里有一点点 如果没有这点 您觉得是三十万 有可能会再高一点 哦 好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这件白右盘的市场估价 是 所以恭喜六号非常准确 加上一分 但确实如果是拍卖会的话 五号就夺您所爱了 来 请教一下张老师 这个盘子不是一处 都两处的非皮 如果没有这种毛病 我觉得我的价钱应该到四十万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是乾隆 我还有一样 我跟大家刚才说的 白右很少 而且他带暗客 暗客呢 海水特别灵动 特别好 所以他这个是标准的官窑 而且就够乾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给二十五万的价格还是合适的 好 谢谢 看来一点点的破损都不可以有 必须是碧玉如霞才行 非常佩服六号 真的是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的 才中他的真实价格 接下来这件宝物 依旧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来吗 什么是春山玉 什么是秋水玉 春山秋水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文化密码 这个玉一定是贵族才用的 一套从国外购买的五方佛 五尊佛像 法相庄严 流金厚重 这个我听他说当时好像是三十万买的吧 这套难得的五方佛到底价值几何 一锤定烟稍后精彩继续 新闻 这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元代秋山玉炉顶 看一下 这件宝物呢 来自于元代秋山的玉炉顶 玉炉顶呢就是熏香香炉上面的那个钮 炉子不知道去哪里了 就剩下的这个 这件是不是来自于元代的玉炉顶呢 来 六位赌宝人请作答 好 我们来看看六位赌宝人的选择 是 两位觉得是 四位觉得不是 一号赌宝人 他这个预制不是太好啊 在当时应该是有条件 应该是可以选择 预制更好的一些材质去雕刻的 我认为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高级了 玉这种东西在中国古代 还是就是说属于比较高级的 这种是使用用品 下面的这四个孔 有点有点疑问 这四个孔去镶在这个 不管是铜盖也好 还是其他的材质的盖子上 不太好镶 一般情况下直接就包上了 或者是粘上了 我的意见相反 测光的时候能够看得很清楚 它的孔道是比较透亮的 就是属于那种低速的手动工具 打磨出来的这种痕迹 这四个洞的作用是什么 四个洞的作用还是起连接的作用 因为元代或者说 中国时期的这个炉顶 和明清时候的这个炉顶 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金属加工工艺 没有到明清的时候 金属加工工艺那么好 说了这么多 是否是准确的呢 马上就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杨宝杰 杨老师告诉大家 这件号称是元代秋山御炉顶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 四个上面的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 杨宝杰 杨老师告诉我 元代秋山御炉顶 它的描述 符合事实 所以恭喜四号 五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杨老师 这件藏品呢比较晚 不是辽军的 应该是元代的 玉脂呢 其实可能也不错 但是金火烧了 所以感觉是击骨白 但就看这都有 都有小凝毛纹 裂纹 这一看就是击骨白就金火烧过 不知道是炉子什么原因 还是什么金火烧了 烧成这样的 玉画程度可能让人看着不好 不舒服 打眼方法就像底下四个眼 都是这样 特别开门 大家应该首先了解 这个秋山和春水这个造型 只有在什么时候有 这个图案一直到明大的早期含有 第二个 这个玉一定是贵族才用的 所以它的玉一定要好 在元代也好 宋代和辽金也好 皇家所用 玉脂一定很好 那这四个眼是对穿孔 一号先生刚才也说对 我们卢顶过去是拿白帆啊 或者什么 你看到都是清代的 当时呢这是对穿眼 是做的这个卢顶 所以不同时代 它有不同的特点 孔还是有原文的 有当时的做工的那个痕迹 到明代的时候 虽然有秋山这个图案 但是这个孔的做法就很粗糙了 不像这个磨得这么细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不同的时代 要不同来拿食物来对比 不是统而统之的 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解 春水玉 秋山玉 是辽金元玉器的代表作 记录了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 树立于春秋的娱乐活动 春水和秋山 起源于辽代帝王的纳波习俗 纳波是契丹语 意思是行营行宫 史料记载 纳波习俗就是辽代皇帝 在春夏秋冬四季 到不同的自然环境中 商议国事 游牧渔猎 讲武受贡 到了今代 改为春秋两季的捕猎活动 春天到河边纵海东青捕天鹅 秋季到山林中狩猎鹿虎熊兔 今始终将两季的狩猎活动 称为春水秋山 玉器研究者将海东青捕捉天鹅图案的玉器 称为春水玉 山林虎鹿为题材的玉器称为秋山玉 辽金元时期的春水秋山玉 制作精湛雕琢细致刻画笔针 文式写实与抽象相结合 构图为美 画面捕捉粗犷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工艺采用立体镂空透雕 立体感强 鲜活生动 富有浓郁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 春水秋山玉 把独特的文化特色 浓缩在小小的玉器上 展现出那个时代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准 那么既然它是一件描述符合事实的真品 那么目前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最高的在我们的三号给出了12万 为什么你给出了这样的价格 考虑到它的一个年代原因 当时使用的对象是王公贵族阶层很高的人 那么综合它的这个年代原因和它的艺术原因 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格 那我们的六号正好砍上了一半 从12万达到的6万元 为什么呢 有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但是中规是这个元代的吧 继续坐过山车 继续来调到谷底 5号只给出了8000元 为什么 卢顶在市场上挺多的 第二的话过过火 价格会受影响 不太同意 因为中规是这个黄金贵族用的 这个数量应该比原青花要少得多吧 要是原青花的 要是一个碗的话 那6万捡大漏了 这数量要比原青花多 这数量比原青花来得多 到底哪位才能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这件元代秋山玉炉顶的市场估价 是 5万元 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 两千块钱之差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杨老师 这个玉炉顶啊 一般的玉纸比较好 这个被火烧完之后呢 玉化程度差了 5万块钱就买一个 就是时代感 这些年呢 有人弄中古玉 买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呢 可能迎合这个市场 所以5万价格呢 现在市场差别就是价格 好 谢谢杨老师 接下来这道题 不是和海东青有关系 这是号称是来自于蒋亭熙的 海东青补天鹅 我相信这位画家的名头 大家听过了吧 蒋亭熙 但是具体的我们还是请我们的李老师 来做个介绍 蒋亭熙呢 是康熙雍正时期的官员 书画家 文献学家 长书家 擅长花鸟画 花鸟画得运寿平法 是康熙字典 和很多典籍的总转观 是宫廷画家嘛 大多是布置宫廷的 这个一些绘画 画得非常精细 书法也好 这幅画呢 这个题材 跟刚才那个卢顶啊 是正好是配套的 那个卢顶是秋山 这是春水 所以配套前后出现 那么前后出现了 刚才那个玉卢顶呢 是描述符合事实 那这幅画作描述 是否符合事实呢 一起来看看 六位夺宝人 各自给出的选择 是 依旧 两位觉得他描述符合事实 其余四位觉得不是 二号 这是一张大开门的假的 左右还有你们的队友啊 一号夺宝人呢 还可以吧 但是刚才那颗印 我确实在 一直在有一个疑问啊 他盖在这个正中间的 这个位置 还是也确实有点这种 抢这个画的风采 另外他这个落款 落了一个尘字嘛 一般奏折上是这么写的 但是画上面落款 是不是这么写 我也有点疑问 但是整体感觉呢 我还是倾向于是对的 这只天鹅太大了 中国的水墨画 还是是含蓄的一种文化 这个过于表白了 它可以放在玉上面 但是放在画上面 这个太明显了就 现在的无数的疑问 到底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李老师告诉我 这件号称是蒋亭溪 海东青补天鹅 它的描述 不符合事实 所以恭喜 2456号多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老师 上面这方长着 是太上皇帝之宝 宫廷画家画的画 在上面盖这种张子 皇帝张子 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可以的 假在哪啊 康熙42年春月 陈蒋亭溪工会 康熙42年呢 蒋亭溪正好是中晋士 晋士写成这种字 那是不可以的 他也当不了晋士 再一个 若陈子环落这个位子 和太上皇的这个图章并列了 完全是不可以的 若陈子环要在 画的左下角落 再一个这幅画的 作旧痕迹也很大 只是没有横文 这是又一种 作旧方式 是整体在 脱表画心的时候 在酱子里头 掺了颜色 掺了仿旧 仿骨的颜色 脱表出来的 就是这种效果 这种也是 造假的一个手段 其实这幅画的画片 画得还不错 好 谢谢李老师 接下来的第七组宝物 是号称来自于 道光的粉彩汤食 宝主认为 这一对藏品 也是清道光粉彩勺 长14厘米 长弯饼 椭圆形勺持 内繁红粉彩苗间 式万寿纹 外繁红画五幅 整体胎幼兼美 端庄秀丽 纹饰精致细腻 底书大清道光年制 六字三行传书款 勺为实用器 成对保存 至今尤为不易 这一对藏品 是真的吗 这件宝物呢 是号称啊 是一对来自于 道光时期的粉彩勺 到底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 只有一位觉得他不是 其余五位夺宝人 都觉得他描述符合事实 三号呢 您选的不是的原因是 我只是觉得 那个道光年制的光字 这有点奇怪 说不上来 但我觉得有点奇怪 光我个人建议是非常开门的 这个早期和中期的 主要是能够去把它 能够断定的话呢 是这个光字的左边的 应该是一个点 右边一个点 但是呢 有很多写成了两个月圆形状的 这都属于中晚期的拓征 这么细致的 从笔画当中来判断 这个年代 来请教一下一号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画工啊 包括它这个苗巾 包括底书这个款 我觉得都比较符合 道光时期的特点 到底您的判断 是否是正确的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张若兰张老师告诉大家 张老师告诉我的是 道光粉彩勺 描述 无可适时 所以我们恭喜 一二四五六号 多百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张老师 大家看每件东西的时候 不要光看一点 要看整个 一定从装饰手法上 造型上 胎质上 一定要从这几个方面 来断定这个时代的特点 我们这个勺 从西周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大家知道我们看到 我们西周末初代都是那种铜勺 战国到汉代的时候 我们的勺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那细瓣 跟舌头一样的那种浅勺 到了唐代以后 我们这个勺的饼 逐渐加宽 送原明清以后 就多种多样了 不仅是实用器 它就有一种观赏性了 那么勺的使用 表示了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贷款时的呢 就表明它是观摇 为什么要告你 这一定是道光时期呢 如果你要对这个采有研究 就看我们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只有在乾隆以后 才出现的这个绿色 但乾隆的颜色要比它水 颜色要比它漂亮得多 那么在乾隆以后 这个绿色 道光就基本是这个颜色了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绿色画的是什么呢 是万字不到头这个图案 那么这个万字不到头 只有在乾隆以后 才出现的这个图案 中间我们看的是一个团兽 那么这个粉彩 我们说这个粉 那么和我们乾隆时期的粉 差距太大了 就是说它已经没有 乾隆的时期 那个粉彩那么润 这个粉彩就很薄了 另外我们从这个 勺的金色来看 这个金色特别沉稳 现在的金色是配方金了 它金色又浮在表面上了 但是我们说只要在实际上加金 那么这个器物一定就比 那个不带金的要细得多 因为它是转输款 转输过程当中不是千平一律的 六字转输款 但是到光字那块呢 它多拐了一个弯 为什么多拐一个弯呢 就是要找这个均匀度 就整个的线条和整方硬款 这种平均 如果要是不管这碗 下面空一块 不好看 这两把确实是 道光时期的粉彩勺了 这两把勺 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 首先请教一下刘大师 五万块钱差不多了 五万 来看一下六位多宝人 给出的价格是 最高的是四万元 最低的是七千五百元 一号七千五的原因是 毕竟是少 它不是盘子 那你怎么看待 现在目前厂上 给出最高价的四万元呢 我觉得我想淘几个 去卖给这四万元的 到底是不是呢 这两把 清道光粉彩勺子 目前根据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恭喜五号 再加上一分张老师 其实我觉得这个勺子 目前这个价格 确实不低了 这个勺子并不像 一号说的 它是厨房硬具 它既有观想性 又有实用性 而且是身份的象征 所以你这个价钱 不要以那个吃饭 那个勺子来估价 所以我们要了解 它的文化内涵 才能够正确给它的价格 好 谢谢张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的 今天的第八件宝物了 这件宝物呢 是号称来自于 清中期克隆雕七盒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六位夺宝人 请作答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 给出的答案是 两位觉得它描述 不符合事实 四位觉得描述符合事实 请教一下三号 您在最后那一刻 按下来描述 不符合事实的原因是 这个龙的形象 跟常见的 清代的龙的形象 有点不一样 大部分清代 常见的龙的形象 它的下巴都是比较长的 而且气势很野 这个还不够长吗 我觉得下巴已经够长了 不 它很多是凸出来的 就是它的下压一定要比上面长 就很多是这样 是那种兜齿的状态是吗 对对对 是兜齿的 雕刻的层次感还是比较清楚的 而且里面的感觉到 也能看到一些使用的皮革和包浆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我感觉不大对 我印象里就是说 所有的大漆的一些 上年份的老的物件 它都应该有那种段复纹 不是说很均匀的 要均匀的话可能就不对了 但是如果是没有也不对 好 我相信大家有非常多的疑问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来自于 清中期的克隆雕七盒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老师 杨宝杰 杨老师 马上就为大家来揭开这个谜底 这件宝物描述是否符合事实 杨老师告诉我的事 这件清中期克隆雕七盒描述 不符合事实 恭喜三号 五号多八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杨老师 刚才五号说老的有蛇虎段 那是琴里面有蛇虎段 大七盒里面 就这个替红的七盒里面 保存好的没有 因为这种东西在北方容易裂 在南方一般都不裂 保存得非常好 那边潮湿 好像晚期做的 他故意做旧 弄得这个裂纹比较多 这个一般老的 在南方哥里没什么裂纹 这个藏品的替红 嗨的什么的 一看就不老 七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恢复这些工艺 做了一批跟乾隆的 做的一样 仿清中期的东西 仿明代的东西 市场上大批的这样的东西 当时我记得说 在广教会上 把乾隆的那个 和那个做新作的 望着一搁一笔 看不出哪个针 看不出哪个钾来 都一样 但是就是有一方法能看出来 分开底 它的刻的款不一样 乾隆的款是 毛笔的是写上去刻上去的 那个工美公司 是写钻术款刻上去的 就是钻术款 乾隆廉制 那有区别 但就是你要看 就是从表面看 整体看 包括做就是感觉 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藏品 你要不上手 气变性很大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第九组宝物了 今天的第九组宝物了 这是一把 曲兆林和墨云台合作的承善 这两位大家 还是请我们的 李老师来说明 曲兆林呢 是宫廷画家了 18岁就进清宫 卢艺馆 这个画画 做过慈离的代笔 慈离很多花鸟画 都是他代笔的 墨云台呢 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一位书法家 擅长小凯 小凯呢 写得比较灵动 秀美 而且擅长迎头小凯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好 那么就请教我们的 六位夺宝人 这把承善 是不是两位大家 合作而成的那把承善呢 六位夺宝人 请作答 来看看 六位夺宝人 各自的选择 是 两位选择 不是 其余四位 选择的是 合作的承善 来请教一下五号 你觉得不是的原因是 我的这点上古啊 比较新 如果要是清代的 传到现代 那个竹子的 那个上古的包姜 肯定不是这个颜色 除非是老善面 新扇谷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之前在拍卖公司的时候 看到一些 就是斩的这种扇子 然后也是清代的扇谷 也还是比较新的 保存的好的话 我主要看的是画工 我总感觉构图 既然都是慈禧老佛爷的代笔了 您看 尤其左边这个 小麻雀底下的那个谷子 总感觉愣愣的 而且尤其右边的这些花卉呢 跟这两只小鸟呢 总感觉有些不搭 这把扇扇 号称是 曲兆林和莫云台合作的 本栏目的专家 李学位李老师告诉我的是 这把扇扇的描述 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 一二三四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来 李老师 这把扇扇还是比较开门的一件 真迹 曲兆林 当了宫廷画家四十年 画得非常宫细 拘谨 就是我们可能讲比较将气 但是这幅扇子 一定是他出宫以后画的 画得比较松弛 你看这个两只麻雀 看着这个稻谷 神态 画得非常逼真 动态感极强 后面这个字呢 这小鸟放大看 非常精彩 虽然说写的是迎头小鸟 但是写得不拘谨 写得非常松弛 随意 功力非常深 作假没有这么做的 那作假有可能前边画不画 后边就写一首诗 就大不了了 这把承扇 是曲兆林 这个众多承扇当中 比较开门 也比较精彩的 这么一件真迹 谢谢李老师 谢谢 两位大家的合作 出这样的一个佳品 目前市场价格多少 六位多宝人 请作答 我们来看看 六位多宝人 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一号给出了 25万元的价格 您是特别诧异 别人都给低了吗 是的 我觉得这扇股 都不止五六万 再加上这个合作的这个 因为现在这种 苏扇的这种扇股 炒的是非常高的 尤其像这种 清代或者民国早期的 这种九丹的远古的话 都不止大几万了 我之前看到一些 就是单着这个 灰画面这种扇子 清代的有的一些 给到三万左右吧 然后我是觉得 这个背面 还有这种一头小铠 而且画工艺比较工整 所以我就大概 加了一倍的价格 然后六万多 刘大师来再判断一下 一平尺扇面 相当于三尺画 这样合下来的话 应该是十万块钱左右 还有扇股呢 你看我们一号夺宝人 最强调的扇股呢 对 已经加上了 已经加上了 好 那么到底这件 去照林和孟云台 合作的承扇 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七万元 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和五号 以六万八千元的同样的价格 又再次拿到了一分 所以两位目前都计十分 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 我们听听李老师 对于这个承扇价格的点评 李老师 其实这个扇股呢 也非常漂亮 有调工 只是刻扇子的这个工匠 不清楚是谁 但是刻得非常精彩 这个扇股确实 也给这把扇子提了不少分 四号所说的是三到四万 这种扇面 是很多都是民国时期的一些 中党画家的名头 一般都在三万左右 但是像须兆林这种这个画家 再加上后边有七篇古文 就是小凯 加在一起这把扇扇 七万块钱 我认为给的不是特别高 应该日后还有生殖空间 好 谢谢李老师 演评 谢谢 那么我们四号和五号呢 通过一道抢答题 来决出是第一还是第二的作词 而接下来的第三个作词 就要在二号和六号 夺宝人当中所诞生 辽金元三个时期的玉器制作 虽受中原影响较大 但也具有其突出的民族特色 如春水和秋山 就是其独特的治愈题材 那么这个题材来源于 以下哪种活动 A 庆祝丰收 B 文人雅集 C 部落集会 D 四十游猎 抢答 开始 好 五号多把人抢答到了 您的答案是 D 四十游猎 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 恭喜五号 那就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逆陈丁环节 四号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入了 还有一个作词 是在二号和六号夺宝人当中产生 两位请听题 五方佛又称五智佛 五智如来 分列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那么位居中间的是以下哪尊佛呢 A 毗卢遮纳佛 B 不动佛 C 宝生佛 D 阿弥陀佛 E 不空成就佛 抢答 开始 好 二号抢到了 我可以让他打吗 应该是B 不动佛 不动佛 我们来看看到底中间的这尊佛是哪尊呢 正确答案是 毗卢遮纳佛 所以非常遗憾 我们就恭喜二号 进入到了我们最终一锤定环节 这组藏品为清代铜流间五方佛 五方佛又称五智佛 代表宇宙诸方位智慧光明 佛像高十四厘米 法像庄严 额济宽平 高笔薄纯 眼瞼曲线优美 身着佳衫 五尊佛像端坐在莲花宝座上 首页各亿重刻精粮 流尽厚重 是清代铜造像中的精品 他们价值几何呢 我们今天一锤定音的这个重器呢 就是这五尊清代的铜流金五方佛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幸运地 请到了他的宝主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 我们有请宝主 你好 方芳 这是家里的藏品吗 这个是我爸爸收藏的 然后它是十年前 然后去国外的时候 然后逃回来的 当时的价格有吗 这个我听他说 当时好像是三十万买的吧 十年了 你关心价格吗 毕竟收藏了这么多年 我也想知道 现在是多少价格 想让专家帮我看一眼 好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厂上几位夺宝人 估价 当时您说的父亲是三十万左右 在十年前够得的 对吗 对对 那么到底现在 这清代铜流金五方佛 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经价 开始 好 梁军 八十八万 八十八万 十年前 梁爸爸是三十几万够得的 十年后价格来到了八十八万 八十八万的价格 高了 请继续 于飞 六十万 六十万 十年价格翻了一倍 这个价格是否是真实估价呢 这个价格 高了 请继续 好 二号夺宝人 五十五万 线上净事 用出了本场 唯一的一次给价机会 从六十万的基础之上 降了五万元 来到了五十五万 五十五万的这个价格 平均一尊 十一万 这个价格是不是 它最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五十五万 五十五万 价格 低了 请继续 五十五万八 五十五万八千元 是梁军给出的第二次价格 从八十八万来到了 五十五万八千元 低了 请继续 好 余飞给出了最后一次给价机会的价格是 五十八万 五十八万元 五十八万元 这个价格 高了 请继续 五十七万八 五十七万八千元 在五十八万的基础之上降了两千元 来到了五十七万八千元 这清代铜流金 五方博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五十七万五千元 所以恭喜五号梁军获得了本场最终的胜利 不过也要谢谢我们的二号多宝人 你这五十五万一刀砍下去 中间腾头的空间真的就非常的小了 所以能够很准确地去猜到这样一个价格 因为我只有一次机会 一锤定音 好 所以这个价格您觉得你满意吗 挺满意的 感觉我爸爸收藏还是有价值的 好 来 谢谢方方 谢谢 请教一下杨老师 古的五方价格 加上手续费可能 这些佛就是单拿一个来说不特别贵 因为这个佛它属于是轻忠晚期的 溜金也不特别好 但是就是说能凑到一起非常难得 因为现在就是说 包括市场上交易的这些 很少一套五方佛凑齐的 我们博馆佛造像应该在全国 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但是凑齐一套 完整的一套 这个很难 而且这个呢 更珍贵的事 它每个里面都带藏 这一点比较珍贵 所以这个价格呢 我觉得还比较合理 谢谢杨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有请 维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赞客记忆代表型传承人 刘宗时 为今天大奖获得者梁军 来颁奖 有请两位 再次把掌声送给梁军 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 每一位夺宝人的精彩表现 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刘大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美的奖品 谢谢您 最终还是要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今天三位的 场上的专家老师 谢谢你们的精彩点评 让我们大家更多地了解到了 每件艺术品背后的这些故事 谢谢三位 好 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宝物 等待大家 下周再见